这个男人叫老高 是一个扣到极致的男人 省钱领域他要成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取超市购物必须使用优惠券 因为三分钱他都要和收银员争论半天 下班回家更是从城南走到城北 幸运的话就免费蹭同事的车 下车后还要顺走人家一袋薯片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将老高造就成如此一毛不拔的呢 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 小气鬼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江南阳 老高变成小气鬼这事 要从娘胎里讲起 他的父亲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购物狂 因为长期负债累累 使得老高还没出生就成了富二代 长大后 为了遵从母亲意愿 老高便开始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 雅高没了要用钳子拧着用 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可就算这样 人家也是有女朋友的 咱也不知道咱到底输在了哪 别人带女朋友看电影 老高则带女朋友看宣传预告片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即便这样 老高仍仍空手套白狼 时光荏苒 转眼间 老高已经平安扣到40岁 工作还算不错 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 秉承着脸皮厚苦怕揍的人生格言 这天刚一开课 老高就将学生的5块零花钱要了过来 可别小瞧这5块钱 这可是他一星期的伙食费 下班如常蹭着同事车回到家 老高终于可以做顿美食 犒劳自己了 至于食材自然是能胜则省 主食超市赠品牛排 配料82年过期番茄酱 气氛到了没点烛光怎么行 难道老高是真的穷吗 其实并不是 相反他还非常有钱 银行存款更是有着将近25万欧元 为此他还专门请了理财顾问 不过当一个人的缺点被无限放大时 他的优点也会慢慢彰显出来 老高虽然抠到抠脚 但小提琴却拉得非常不错 很快讨花运就找上了他 一次拉小提琴时 同时小花就为他的成熟魅力深深吸引 两人私底下训练 同样宛如情侣般甚是合拍 终于在顾问的鼓励下 老高决定邀约小花一起吃饭 当然钱是肯定不能花的 利用空余时间 他来到开早餐店的学生家中 愿意教导孩子为理由 成功蹭到一顿免费晚餐 正当老高还在幻想美好约会时 一个年轻女孩找上了他 自称是老高从未蒙面的女儿 老高听后自然不信 他一个连女朋友都没有的人 怎么可能凭空多出个女儿 犹如料到老高这般 于是女孩便将母亲的名字说了出来 没错 正是他的初恋女友翠花 老高听完一脸震惊 当即就给对方打去了电话 直到翠花亲口承认孩子是他的 老高人都傻了 没成想 贪图省钱竟然省出个女儿 甚至 为了维持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翠花还将她包装成了一名慈善家 这下可彻底要了老高老命 事已至此 总不能将亲骨肉拧出门 无奈之下 老高只好留下了女儿 但第二天 他就给家中物件都贴上了标签 什么洗澡一周一次 一次不能超过两分钟 反正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但女儿可不管他这么多 直接开闸放水 肆意挥霍起来 看着飞速运转的水表 老高心都在滴血 索性开白不当人了 时间一晃而过 很快到了和小花约会的日子 女儿本想着帮老高导吃一番 结果打开衣会一探 呃 其实老高身上穿的一身也还不错 闹聚过后 老高和小花如约来到早餐店 看着复古般田野的风情 小花当即不好意思表示 自己对面粉类的食材过敏 没办法 老高只能尊重小花意愿 来到路边的一家高档海鲜餐厅 可菜单上最便宜的菜品 都快赶上老高半年生活备了 一顿支支吾吾 最终小花点了一份蓝龙虾 老高则点了份海螺 实际上是一只海螺 等到好不容易就餐完毕准备结账时 老高脸又绿了 因为太贵了 看着服务员嘲笑般的眼神 老高当即暴怒 一参茶就扎在了他的腿上 就连小花也被他塞了一嘴账单 好吧 这只是他的幻想 想要逃单 但又没有勇气 情急之下 老高终于在洗手间想到了办法 两分钟后 餐厅客人全部食神走出 没错 老高将消防感应器搞坏了 就这样又省下一大笔钱 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这天邻居们集体找上老高家门 因为他已经五年没交物业费了 公共设施都是大伙同意出资改善的 但老高却只同意没出资 累计费用共计三千欧元 自知讨脱五磅 老高只得上楼去拿支票 实则却是给顾问打去电话 宣告自己破产 顾问纯纯一个大无语 按照规定 自然无法为他办理 然而正当老高拿着支票下楼时 所有邻居却突然一改常态 对他尊重起来 原来就在刚刚老高上楼之际 邻居们纷纷当着女儿面议论起他 女儿听后自然无法容忍别人诋毁父亲 当即就和邻居们争论起来 在他看来 老高之所以这么节俭 全身因为他要资助墨西哥贫困古尔 这下误会大了 可邻居们却都选择了相信 不但物业费全免 而且对着老高就是一顿赞赏 打这之后 老高的好人事迹传遍小镇 镇口骂骂标语换成表扬他的 亲切问候方式改为友好问候方式 就连80岁的老大爷 也将自己珍藏的古董车借给他开 甚至还主动帮老高修好了大门 可还没等老高爽几天 家里就出事了 一个邻居因为破产无家可归 格置老高是镇上有名慈善家 于是便带着孩子住了过来 女儿不仅没有阻拦对方 反而还将老高的生活费给了他们 老高听后血压顿时升到180 但此时的音乐会表演又让他脱步开身 情急之下他只能展示实力了 12分钟的曲子 应是4分钟就给表演完了 可当老高回到家时还是晚了一波 屋内灯火通明 到处都在烧钱 电表转速比他心跳都快 随即一口气没上来就憋晕了过去 再次睁眼醒来 老高发现是小花照顾到他 邻居们也适时送来了各种古品 虽然说是送给墨西哥孤儿的 但到了老高家中 有极有送出去的道理 没有意外 小花同样得知了老高做慈善的事 正好周末有个募捐晚会 小花希望他作为代表致辞一番 女神面前 老高自然不好意思丢面 随即被迫同意下来 很快时间来到周末 凭借过往的明示 老高直接就被请上台开始致辞 气氛到了 老高泪眼婆娑讲了一段故事 可能他自己也被故事感动了 随即咬了咬牙决定出回血 最终 在慈善家们的起哄下 老高被迫大出血 捐出3000欧元 这一实际行动 立即夺得大家的赞赏 可刚一下台 老高就把支票撕了 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女儿已然从角落发现撕碎的支票 他这才明白 原来邻居们都没说错 父亲根本就不是什么慈善家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 大感寒心的女儿也在回到家后 悄无声息的离开了他 正当老高以为 女儿又出去工作时 他突然发现了 女儿与翠花的聊天记录 两人将他形容的是那样的不堪 老高看完顿时暴怒 让他更加确信 这对母女就是奔钱来的 随即便跑到女儿工作的医院 想要问个究竟 正瞧翠花也在这里 老高上去就是一顿文化输出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翠花直接就赏了他一巴掌 原来 女儿得了很严重的肾病 每个星期最少都要进行三次透析 因为没有合适肾源 如今整个人凭借一颗坏肾生活着 他之所以去找老高 其实就是想在临走前 感受感受父爱 听闻此言 老高的老脸也有些挂不住了 可翠花却不认为 他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回到家后 老高看着撕碎女儿画的画像 他醒悟了 长时间的相处下 老高发觉 自己生活已经被这个小天使治愈了 反正只要不是钱 什么肾啊 心啊 随便拿 就这样 以父之名 老高与女儿完成了换肾手术 至此 父女俩也终于兵释前嫌 明天最后 老高满足了女儿无数愿望 并履行谎言 去了墨西哥平民区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慈善家 小气鬼 善用于2016年 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法式幽默影前 中年大叔的这种生活方式 让人打开眼界 体裁新颖包袱不断 启程转合和几个小高潮都蛮让人惊喜 丰富细节细腻情感 同为加分项 可能相比来说 爱情线和亲情线比较老套 不过 俗气的同时也更显真实 最后 王帝在这里友善提议一句 铺装浪费是要绝对杜绝 但像老高一样 节俭过头 成为吝啬鬼也不可取 把钱花在刀刃上 才是最明智的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